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十字架电视台 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 系列节目 知道我活着的目的 才知道该怎么活 还记得上次跟大家分享的 是神国的子民 神的儿女 成为神的门徒之后 我们要学习的是八种性情 从虚心的人一直到 未亦受逼迫的人 这样的一种八福的性情 那耶稣在之前 颁布了神国的宪法 这是一个跟摩西所颁布的613条 旧约的律法不一样 这是新的 他颁布一个新的宪法 也就是八福的性情 他八福的这个性情 颁布完之后 教导我们 我们要在跟做他的门徒 要在今生今世 我们好好的来学习这八福的性情 这八种像神那样的美好的性情 圣洁的性情 当我们肯这样的学习 这样的操练出自己这样的性情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活出一种像光 像炎一样的 能够带给别人祝福的 这样的一种生命出来 这样的生命是有影响力的 像光 像炎一样的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影响力 是因为我们的性情改变了 我们的性情改变了 我们就会影响别人也跟着改变 所以当我们能够活出 这八福的性情的时候 我们就像世上的光 世人的炎 这样的一种生命 发挥我们生命的一个影响力 所以他鼓励我们说 你们的光也应该这样照在人前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跟人互动的时候 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性情 用这样的性情来跟人互动 这样子我们也能够跟着 就活出一个律法的要求 旧约律法的要求 是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神 又爱人如己 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八福的性情 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爱神 就会爱人 我们的生命就像是神的生命一样 我们这样才像神的子民 我们这样的生活才是能够容神一人 而且 我们要记得 神在四下旧约律法的时候 这先跟百姓立了一个约 这个立约之前 神特别交代了一句话 这句话很重要 我念给大家听 这是在出埃及记十九章这边 神向摩西说的 他说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了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 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所以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 要成为一个像神那样子的 圣洁形象的圣洁的国民 神国的子民 我们必须要听主的话 也就是要守这个律法的这些要求 很可惜多数神的百姓到后来 他们因为圣经说他们心里刚硬 不肯遵循神国的法律和律法 让神失望 所以耶稣这次用一个新的方式 他颁布了一个神国的新的法律 他要求的是一种内心 内心性情的一个转变 他在应验先知 所预言的 所应许的 我也要试给你们一颗心心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食心 试给你们肉心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这是先知以西 以西结书在36章 他的以西结书36章那边 给我们的一个应许 所以因此 耶稣在宣布完这八福的 这样的一个生命性情之后 特别强调 他所赐的这个神国的新法律 看起来 跟旧约摩西所颁布的旧法 很大的不同 但是他的功用 他却能够成全旧约的律法 即使神国的子民 有能力来遵行旧约神律法的一切的要求 所以耶稣在颁布完这个 八福的信心之后 他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我们可能 乍看之下不太容易明白 他怎么说呢 他说默想我来 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一化也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 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一条 最小的一条 又教训人 这样做 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 无论何人遵行这个诫命 又教训人遵行的 他在天国里要成为大 所以我们就看到 尝语律法 学习神的律法重要性 可是 如果我们内心的生命没有改变 我们很难满足神律法的要求 我们没有力量去遵行 可是当我们内心的性情 活出这八福的性情 耶稣所颁布的八福 这个虚心的有福了 成为一个哀痛的人 你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你成为一个死人和睦的人 你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 你这样的性情 自然而然地活出了律法 爱神爱人的这个要求来 所以接下来 耶稣也举一些实际的例子 怎么样可以证明 你具备这八福的性情 你可以满足律法的要求 所以他说 后来他就讲到说 你们不可以杀人 律法的要求是不可以杀人 可是耶稣说 你恨人就杀人 可是如果你的生命性情改变了 你里面操练出 学习到那种连续人的性情 你学习那种饶恕人的那种性情 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去恨人 不会去杀人 你里面有一颗 你成为一个清新的人 你里面有一个清洁的心 你自然而然心里面不会去动营念 耶稣说你们心里面犯奸淫 就是犯了不可奸淫的律法 所以当我们生命改变 我们自然而然就能够活出 律法的一个要求 然后耶稣也在 接下来也把整个律法 因为整个律法由 耶稣所颁布的新的律法 有八种性情要我们去操练 这个八种性情稍微有点长 不容易记住 所以耶稣用一种 比较让我们更容易记住的 一个大原则告诉我们 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有些人把它用一个名词说 这叫做黄金定律 其实这个黄金定律是 把整个八福虚心的人 一直到位义说必须 这样的性情总结出一个 总结出一个大原则 那这个大原则是什么呢 他说所以无论何事 你们愿意人怎样带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带人 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 耶稣所归纳出的 这么一个黄金的大原则 你愿意人怎么带你们 你们也要怎么样带人 你这样子就不知不觉 满足了先知跟律法的要求 先知律法要求就整个旧约 神国律法的一个要求 那我个人 我把它 这个黄金定律呢 我用一个比较让我们 容易懂的说法 叫做一个属灵的一个因果律 什么事情会产生一个结果 一定事出有因 你种什么因 你就收什么果 所以你愿意人怎么带你吗 你就怎么带人 耶稣用这种很简单 浅显易懂的一个原则 来教导我们怎么活出 怎么更容易活出 这八种能够生命圣洁 像神那样的性情 所以耶稣接下来也做一个说明 我们怎么样活出 你愿意人怎么带你 你也怎么带人 这么一个黄金定律呢 耶稣举个例子 祂说你们不要论断人 免得你们被论断 你种了论断的因 你就收论断的果 所以因为你们怎么论断人 你们也怎么被论断 你们用什么良气量给人 人也必用什么良气量给你们 我们就看到这个 这是一个属灵的因果律 你愿意人怎么带你 你也要先怎么带人 这个黄金的因果律 这个因果律适用所有的人 你希望人爱你吗 你先去爱人 你希望人尊重你吗 你要先懂得尊重别人 你希望人家对你好吗 你要先要对别人好 你希望别人给你吗 你在需要帮助的时候 别人帮助你吗 你要先懂得帮助别人 所以我们看到 你愿意怎么带你 你也要先怎么带人 这个因果律 这个黄金的因果律 不但适用在人身上 也适用在神身上 所以耶稣接下来讲到 我们跟神之间也是有因有果的 这样的一个定律 所以他说 你们祈求就得着 寻找就寻见 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所以我们 当我们对神是这样子的 先懂得寻求 有这么一个因 我们就会收到一个结果 我们祈求 他就随听 我们就可以得着 我们所祈求的 我们为我们前面的道路 来寻求的时候 我们寻找 就寻见 当我们求神为我们开路 求神为我们开门的时候 我们就透过祷告 我们在那里扣门 有这个因 接下来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果 神就给我们开门 所以这个非常的 耶稣的教导非常的详细 可是 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 这么一个神国的 一个爱的法律 它有界限的 它有特例的 所以他在中间 在这个对人 跟人之间相处的 互动的一个因果律 跟神之间相处的 一个因果律 在中间 耶稣插了一段话 这段话很特别 一般人我们看不太明白 为什么 耶稣会说这一句 很突兀的话 他说你们在这里面 他说你们不要把圣物给狗 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 丢在猪前 恐怕你们践踏了珍珠 恐怕他践踏了珍珠 转过来咬你们 不要把圣物给狗 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 恐怕他践踏了珍珠 转过来咬你们 这句话 放在 你们不要论断 免得你们被人论断 这样的一个 人与人之间互动的 这么一个 黄金定律 中间 这个后面 很特别 这边告诉我们 难道有些人 我一直对他好 我一直很爱他 可是他一点都不领情 他一点都不受感动 他一点都不受我影响 我怎么对他好 他还是没有以善待善 反而一之以恶报恶 我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都这样子的 始终对他 爱他如一 可是他没有按照我对他的 你愿意人怎么带 你要先怎么带人 我这么对他好 他也应该这么带 对我好 可是他不这么做 所以说 耶稣说 好 你要遵行这个律法的爱 爱神爱人 也不是没有底线的 是有个界线的 所以耶稣这边举出一些特例 主一个特例就是 你们不要把生物丢给狗 也不要把珍珠 丢在珠前面 免得他们践踏了珍珠 践踏你 给他宝贵的东西 他反过来咬你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懂我 现在说的 也就是说 有些人 他们的性情 像这个狗一样 你把圣物 圣物是这么宝贵的东西 你给他了 你是对他好 他一点都不珍惜这个圣物 他反而转过来咬你 你把珍珠 这么宝贵的东西 你对他这么好 你给他 他不但不领情 不感动 他反而 践踏那个珍珠 耶稣是用个比喻的说法 说有的人 他的信心就像这个猪 跟狗一样 他不懂得珍惜 我们所付出的爱 这么宝贵的爱 这个神国子民 这种像神那样的一个舍己的爱 这样的怜悯 这样的温柔 这样的圣洁的这种爱 这样对待他 他一直不懂得珍惜 他反而转过来还要伤害你 这个时候 耶稣告诉我们 这是我们爱的付出的一个界限 当我们一而再 再而生对别人好的时候 别人不懂得珍惜 践踏你的爱心 甚至反过来伤害你 反过来咬你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不必再继续爱他 所以这是这个黄金定律的一个特例 也是神为了保护我们 怎么样活出这样的一个天国子民 这八种像神那样圣洁 像神那样的舍己之爱的 这样的一个性情的一个底线 我们不是毫无底线的 无限的这样子的对别人好 而是在别人实在是不懂得珍惜 把我们的爱看为宝贵 他没有按照这个黄金的法则 你愿意人怎么带你 你要怎么带人 没有按照这个法则 没有按照说我种好的因 就应该收到好的果 结果我种好的因 却收到坏的果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要有智慧了 你就要智慧的说 OK 到此为止 我为了保护自己 我可以不必再按照这个法律的 这个法则来对待他 所以这是耶稣在 总结这八福的性情 他把它归纳成一个黄金定律 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在讲的一种 我们跟人相处 我们对待别人要有同理心 我们懂得设身处地 站在对方的立场 替别人考虑 我们懂得换位思考 我们任何人都希望别人对我们好 别人尊重我们 别人爱我们 每个人都很需要被爱 但是你要得到这个爱之前 你怎么得到这个爱呢 你怎么得到别人尊重呢 你怎么在这个爱上得到满足呢 你要先去满足别人 你要先去爱别人 你要先去对别人好 就是这个法则 只是说这个法则有例外 你碰到像猪像狗 这样子的不珍惜你的爱的话 那你可以不必继续的爱他 你可以不受这个法的约束了 好 那接下来耶稣颁布完神国的新宪法 这八福的信心之后 耶稣知道 要能够学习 遵行这八种性情 不是那么容易 耶稣用一个比喻的说法 说这样的 如果我们 就是说努力的 努力的 要学习这八种性情 要用这八种性情来跟人互动 跟人相处 他的困难程度 好像是走小路 好像是禁宰门 所以耶稣用走小路跟禁宰门 来说明 遵循这个新的神国的宪法 他的难度 很简单 因为小路比较难走 宰门比较难进 很多人 看到耶稣在这边说 你们要走小路 你们要进宰门 这边 就做了另外一种解释 但是如果我们懂得 解释的原则 我们就知道 我们看上下 我们就知道 耶稣这边所说的 你们要进宰门 你们要走小路 指的是 他刚刚 他先前所颁布的 这个神国的新宪法 说你们要成为 那个虚心的人 你要成为这样的人 你要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你要成为一个 使人和睦的人 你要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 你要甚至要成为一个 为义受逼迫的人 这样的人 你要成为这样的人 你要把自己 努力的让自己 成为这样一个人 这是一条小路 你要进的是一个宰门 所以耶稣在这边 也用这个走小路 走小路进窄门 来跟走大路进宽门 来做个对比 他说你走小路 你进窄门 你可以 耶稣用鼓励的方式 这会引导你到永生 让你进入神永恒的国度 那个美好幸福的国度 可是如果你选择的是 走大路 走那个容易走的路 你可以任意妄为的路 你走一条 进了一个宽门 他说你走宽门 把你引到一个 灭亡的道路 那我们很清楚知道 耶稣讲到永生 有好几个意思 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永生 看上下文我们都知道 这边的永生 是指在神国里的永生 进窄门 是进这个神国的门 所以 跟我们 过去所理解的 不太一样 而这边所说的 那个进宽门 走大路 会帮你引到那个灭亡 他的意思 这边所说的灭亡的意思 并不是指你会 下到地狱火湖里去 在那里永远受痛苦 那种灭亡 因为这边 是对神的子民说的 神的子民已经得到 信耶稣所得到 那个永远的生命 那个永生 而且信耶稣之后 我们得到一个权柄 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神的儿女 我们离开世界之后 我们不会去到地狱 灭亡的地狱里 而是 要回到天父的家 回到天堂 天父的家 所以 这里我们现在了解到 灭亡这个字 在原文的意思 他原来意思是 网费的意思 或者是糟蹋的意思 他不是那个 只下到地狱里面 那种灭亡 跟神永远隔绝 那种灭亡 所以他指的是一种 网费了天父 爱我们 透过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 为我们舍命流血 拯救我们 而且让我们成为 他的门徒 苦心刻意的栽培我们 这样的一番苦心 如果我们不愿意去遵行 耶稣在这边所颁布的 这个神国的法律 不愿意去操练 这八福的性情 那我们就枉费了 神的苦心 糟蹋了他的爱 安心 辜负了他对我们 苦心的栽培 因为我们新一组之后 我们得到一个新生命之后 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之后 神让我们 不要停在这里 他让我们成为他的门徒 成为他的学生 接受他 为了他神国的需要 将来他神国需要人才 管理他的国度 我们需要被栽培 如果我们 选择走宽路 大路 我们选择进宽门 那就有点枉费了 辜负了天父的苦心 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的 所以耶稣 在这边又用另外一个反面的说法 说有的人呢 因为不肯进这个窄门 走这个小路 也就是说他们不愿意 听从耶稣在这边的教导 不愿意听从耶稣的话 神的话 虽然这个话在遵行上很难 在操练上很需要很大的努力 那这样的人呢 耶稣用说他们 不听从主的旨意 他说耶稣说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够进去 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 这边所说的天父的旨意 是指先前耶稣所颁布的 所教导了这神国的新法律 这些人不肯听从天父的旨意 不肯遵行操练出这种性情来的话呢 耶稣到了那一天 他国度降临的时候 耶稣会对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这边我要再解释一下 这边所说的不认识 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 他原来意思不是说 字面上这个不认识的意思 耶稣是为 三位一体的神 圣子 他是神 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 他怎么会不认识我们 所以这边的认识 原来意思是认可 也就是说我不认可 我不认可你在世上的行事为人 你在世上你没有听从我的话 按照我的命令 按照我的教导去行事为人 所以我不认可 所以我不认可你的行事为 为什么耶稣不认可他们呢 因为他们没有遵行神的旨意 也就是耶稣基督到先前所颁布的 这个神国的新法律 所以主教导我们 也教导我们说 怎么样来分辨真 生先知假先知呢 就看他们的言行 他们有没有活出这样的一个行为来 一个听从神话语 遵行天父旨意 活出这八福性情的生命来 所以看他们的行为 就好像一棵树 我怎么分辨一棵树 是好树不好的树呢 我们看他所结的果子就知道了 好树结好果 坏树结坏果子 所以这是耶稣到最后 鼓励我们 鼓励我们 虽然这条路不好走 虽然这些性情 不容易朝脸出来 可是这个性情 会让我们将来有一天 在神国降临的时候 我们的配得承受神国的产业 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得以配位的人 而不是成为一个得不配位的人 我们配得与神同往 神让我们成为门徒 就是要栽培我们的生命性情 有一天 我们有一个王者的性情 有个王者之风 我们配得与他一同做王 能够实现神当初造人 要管理他所造的天地 其他的万物 这样的一个使命 这样的一个托付 所以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得以配位呢 很简单 我们好好的学习这八种性情 学会了这八种性情 塑造在我们里面 内化到我们里面 成为我们一个内在的性情 我们的心思意念 一直被更新 被更新到最后 我们自然而然的活出这八种温柔的性情 虚心的人的性情 连续人的性情 这样子我们不知不觉 我们也满足了 遵循了神律法的要求 让我们的生命被预备好 将来配得进入永生 承受神的国 那在这里我最后再用一点点时间 把圣经里面 这几个很重要的真理 我让大家能够融会关通 耶稣说明所说的八福性情 跟律法的一个关系 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跟圣洁 有什么关系 跟我们彼此 跟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彼此相爱的 这个命令之间有什么关系 那我简单的 用一些说明 让大家了解 首先 我们刚才已经稍微提到了 当我们的内心被改变 也就是我们悔改 悔改的意思是 心思意念的转变 它的原来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不断地透过神的话 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 也就是改变我们的内心 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之后 我们有一个新的灵 新的心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很有能力 自然而然地活出 律法的要求 所以耶稣说 你们好好的 把这个巴伏的性情 操练出来 就成全了律法 所以这是我们刚才 已经稍微说过的 如果我们仔细思想一下 虚心的人 爱痛的人 温柔的人 连续人的人 死人和睦的人 清新的人 我以说不一分 这巴伏的性情 其实归纳出 一个里面的 最底 最底辨的含义 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爱 虚心的人 爱痛的人 是对神的爱 连续人的人 温柔的人 死人和睦的人 是对人的爱 所以这巴伏性情 说来说去 就是两方面的爱的对象 爱神跟爱人 律法的要求也是这样子 耶稣把整个律法 这613条 这么繁复的一个律法 耶稣把它总归成 整个律法背后的精神 是什么呢 你要尽心尽信 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神 又要爱人如己 所以巴伏性情的 背后精神 是爱神爱人 律法的要求 律法的精益 也是尽心尽心 爱神 跟爱人如己 爱神爱人 所以很清楚的 我们就看到 爱这件事情 爱神跟爱人 是成全的律法 所以你看保罗在罗马书 13章那边说到 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 律法的总纲就是爱 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的这一句话之内 这是保罗在加拿大书那边所说的 好 那我们这样子我们就融会贯通了 整个巴伏的性情所要求的 整个律法所要求的 无非就是爱神爱人 整个我们就可以融会贯通 然后我们也稍微在 跟神所盼望我们的 那个圣洁的性情 那个圣洁的要求 其实上我们做门徒的这个路程 这个过程呢 是个生命成圣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成圣 圣洁 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我们也要弄清楚 在圣经里面 我简单的用一个 归纳出圣经对圣洁这件事情的一个解释 圣经里面所说的圣洁 其实没有洁这个字 是圣 Holy Holy 这圣呢 什么叫圣呢 凡事属于神的 凡事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的 被神所用的 就叫圣 比如说 如果我现在前面有一个杯子 这个杯子即使是金子做的 是银子做的 可是它没有被分别出来给神用 它只是一般的杯子 它就不能叫圣杯 它是熟的 可是这个杯子即使是一个陶瓷做的 可是它却分别出来 用来服侍神 放在圣殿里面 成为一个神可以使用的器皿 这个杯子叫圣杯 所以 人也是一样 你这个人 你不属于神的 你即使是个博士 即使你是一个家财万贯的有钱人 即使你再优秀 可是你不属神 你的生命不是用来服侍神的 你就不是一个圣人 你是一个世界世俗的人 可是你是一个很普通的 很平凡的人 不是很优秀的人 没有什么学位 没有什么财富 但是你这个人被神拣选 被神分别出来 为神而活 来服侍神的 这个人叫做圣徒 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 虽然这个教会有许多的软弱 可是保罗在写信给他们的时候 称呼他们是在哥林多教会的圣徒 所以对圣洁这个字 基本意思是这样子 就是第一个 被分别出来 卫生水中叫圣 另外圣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就是圣 圣洁 它是神所有性情的总和 神的性情有很多方面 耶和华神 在介绍他自己的时候 像摩西说 耶和华 耶和华 耶和华有怜悯 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却有丰盛的慈爱 然后万不予有罪为无罪 这是长大神的公义 所以神是一位 慈爱 信实 公义 良善等等 神有很多性情 可是神这么多性情 在介绍他自己的时候 他总不能每次把所有的一大堆 我是信实的 我是公义的 我是慈爱的 我是良善的 这些全部都说出来 这样比较啰嗦一点 所以神有时候用一个简单的词 来说明他的性情 那就叫圣洁 所以在立位纪那边 神要求神的百姓 要遵守律法的时候 神跟他们讲 你们为什么要遵守律法呢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是圣的 所以你们也要圣 我是圣洁的 所以你们也要圣洁 因为你们重新律法 你们就可以让你们生命成为圣洁 为什么你们生命要成为圣洁呢 因为我的生命是圣洁的 所以圣洁有这样的意思 就是我们的生命 像神那样子的 有恩典 有怜悯 有慈爱 也有公义 我想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神国的法律 耶稣基督所颁布的神国法律 跟旧约摩西所颁布的神国法律 不一样 旧约摩西颁布的是法条 613条的旧约法条 可是耶稣知道 我们要遵循这法条很困难 除非我们的心改变 所以耶稣颁布八种性情 让我们的内心转变成这八种性情 让我们自然而然的 就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 成全了律法的要求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活出这种 像世上的光跟炎一样的 影响世人 容神一人的生命出来 这样子也让我们配得 进入神的国 承受神的国为业 这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 把整个八福的性情 耶稣所说的总结 我做一个进一步的详细的解释 希望大家能够得到益处 谢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